据鹿鹿的675号是上海作家协会的所在地 1953年起 华东作家协会 也就是现在上海作协的前身成立以后 将这座建筑作为办公地点 巴金 夏延 芬子凯 柯林 施泽纯等等文学大师都常在这里出入 包括最近大火的繁花作者金语成也曾经在这里的三楼上海文学办公室工作写作 《海城花园》可以说是许多文学人心目中的圣殿 而这座建筑背后的故事也是与文人自带的浪漫气息十分契合 这里原先是著名的事业家刘吉生的旧居 刘吉生1889年11月出生于宁波定海 和哥哥刘鸿燊均就读于上海著名的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 与宋子文是同学 是旧上海著名的爱国实业家 主妇刘维忠是上海娱乐业的巨商 父亲刘贤喜是上海航运业的巨商 轮船招商局的协礼 包兄刘鸿燊号称 旧中国工商业四大天王 也就是煤炭大王 火柴大王 茅房大王 水泥大王 虽然生活在纳窃成分的民国 但刘吉生却遵循了一生一世 一双人的爱情准则 他的婚姻也成就了一段煤炭 刘吉生和妻子陈定真从小青梅竹马 结婚后夫妇二人也是恩爱始终 27年的1月 在妻子陈定真40岁生日的时候 刘吉生决定送给他一份特别的礼物 他花费20万银元 在名下聚录录4000余平方米的地皮上 请乌达克设计建造一栋 见证夫妻爱情的花园洋房 由于刘吉生因为日常生意繁忙 所以爱情花园工程的事 都是由太太陈定真做主的 乌达克与他频繁的沟通探讨 在建筑各处都融入了精致的细节设计 下一期我们来说说 爱情花园里的那些甜蜜巧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